今天我们要讲的晚安故事叫《小红去送货》 卡车小红要去送货了 他能顺利完成任务吗? 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嘟嘟,我是卡车小红 我的工作是送货 现在我要去狸猫叔叔那家拉货了 到了狸猫叔叔家里 狸猫叔叔说 小红,把这个摇篮送到兔子先生家吧 兔子先生家生了一个小宝宝 这两个袋子也麻烦你一起送过去吧 哇,是一儿床,好可爱呀 不过,狸猫叔叔,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呀 那是非常非常棒的东西哦 小红送货时,要小心啊 好的,我出发啦 嘟嘟,要去兔子先生家 得翻山越岭 还得穿越峡谷 嘟嘟嘟嘟嘟嘟嘟 小红来到大城市 哇,太棒了 车里到处都是汽车呀 小红正慢慢地开着 哩 让开,快让开,太慢了 豁牛车还敢上路啊 跑车姐姐飞快地超车过去 快点开,我们忙着呢 垃圾车哥哥开到小红旁边说 对对对不起,真抱歉 小红一边哭,一边往前开 这时候嘀嘀 哇 别挡道,快闪开 你们这些又小又没用的车 简直不如废铁 说话的是拉着新干线车厢的拖车大树 小红想啊 自动翻斗车叔叔 可以运送又大又重的货物 公交车阿姨 可以运送很多乘客 吉普车哥哥 可以上山下海 什么地方都能去 救护车叔叔 可以把病人送到医院 邮政车叔叔 能够把重要的信件送到各种地方 可我呢 既跑不快 又拉不动货物 夜运送不了很多乘客 我真是又小又慢又没用 小红离开大城市 哭着继续往前开的时候 嘎 他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啊糟糕 我飞不过去呀 这时 咔哒 有个东西勾住了小红 把他吊了起来 碰碰碰碰碰碰碰 救命啊 是谁呀 原来是吊车叔叔 小红 加油啊 谢谢叔叔 小红心里想啊 真希望他一出生就是叔叔叔那样的吊车 就这样小红越过了山谷 这回来到了迪安波的路段 咔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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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红的车位 被越抬越高 你你你 你是谁 回头一看 原来是道路轻障车叔叔 这位大哥 帮小红换上了一个闪亮的新轮胎 小红 现在没问题了 谢谢你大哥 小红心里想啊 我也好想变成大哥那样的道路救援车呀 在大家的帮助下 小红终于来到了兔子先生居住的胡萝卜村 啊 看到兔子先生的家了 好 赶快把火送过去吧 小红稍微加快了速度 开下山坡 就在他打算过河的时候 咔噔噔噔 桥断了 嗖嗖嗖 摇篮和两个带子飞了过去 带子破了 里面的小东西哗啦哗啦洒啦洒了一地 哎呀 这个怎么办 我真是又小又慢又没用 小红喃喃的说着 昏了过去 到了晚上 小红终于张开了眼睛 啊 醒过来了 小红你没事吧 我们把你从河里救上来了 原来是道路救援车大哥和吊车叔叔 谢谢你们 我没事 可是我要送货物啊 小红说着哭了起来 吊车叔叔说 别哭了 你的货物不都是已经好好送到了吗 你看 小红 谢谢你帮忙把摇篮送过来 兔子妈妈微笑着 小红很伤心地回答 可是 我把两袋非常非常棒的东西摔坏了 兔子爸爸哈哈的笑着说 小红 等我家小兔宝宝宝 能在这片草地上蹦蹦跳跳 我会让我的家烟层里冒出很多烟 到那时候你栽了看看吧 过了几天 兔子家的烟层里果然冒出一阵烟 哇 小红 你看 我们已经收到你送来那些非常非常棒的东西了 其实那些是花的种子呀 谢谢你小红 好了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